小胖子从书包里掏出一块砖头 外宾问他这是什么 他二话不说 直接往自己脸上糊 外宾被当场吓晕过去 这个傻小胖叫王大卫 祖上曾是皇宫里的御厨 可父亲如今只在家饭店 做着打杂的工作 大卫最爱的就是父亲做的蛋炒饭 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回 如今哥哥要去当兵了 父亲才破例给他做一回 大卫直接端着锅就吃 巴不得舔穿一个洞 母亲让他长大了也去当兵 可他的理想 是想成为爷爷那样的厨子 做出最美味的蛋炒饭 还要做给外国人吃 大卫还有两个好朋友 红斌和莫莉 三人是青梅竹马 一直盼着能早点长大 因为那样就不用上学写作业了 三人长大后还是形影不离 干什么都在一起 这天莫莉送给他一顶帽子 祝贺他中有工作了 大卫的父亲突然生了重病 不得不提前退休 按照当时的规定 大卫可以继承父亲的岗位 经理问他你会做什么 他说回蛋炒饭 周围的同事笑作一团 经理别让他现场录一首 一捆葱全剥了 只留火柴灌那么点 二十多个鸡蛋 把单亲全倒了只要蛋黄 经理听了直冒冷汗 这时 厨房里更是火光四起 大卫差点就要把厨房炸了 经理忍无可忍 当场就炒了大卫的鱿鱼 晚上 父亲带上礼品去找心理求情 希望能留儿子下来工作 经理处处针对大卫 是因为王爸爸有着绝佳的厨艺 他心生嫉妒 所以这么多年来 还只让他打杂 经理表示 想留下可以 但这么多年来 王爸爸从来没有叫过自己 收经理 今天只要他开口 大卫就能保住这份工作 为了儿子的饭碗 父亲不得不低声下气地答应了 但临走时还说 他从来没有恨过经理 只是他做的菜 实在上不了台面 不久后父亲去世了 在他倒下之前 还教着大卫怎么做蛋炒饭 听闻二号的哥哥也赶回了家 给母亲留了一笔钱 还嘱托大卫 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便下海做生意去了 家里就剩二人相依为命 服务双至 祸不单行 大卫从小就喜欢莫莉 小了以后能和她结婚 但莫莉却选择了红兵 因为她更聪明 更靠得住 大卫则是邻居们眼中 勾认的傻子 兄弟和暗恋的女孩好上了 她刀着大卫的面 就扣上去一顶绿帽 还急匆匆地轰到出去 女孩也推着请她离开 终极田狗也只好成全二人 单愣愣地站在门口 帮他们望风 可没够多久 莫莉就哭丧着脸来找大卫 说红兵不想见她 可此时 莫莉已经怀有身孕 该公开放初期 许多人都趁着下海潮南下经商 红兵也认为 以后就是钱和权利的天下 她觉得莫莉就是 阻碍自己发财的半角时 便选择了分手 莫莉坐在板车上 心里万念取灰 大卫为了安慰她 私自借用了饭店的厨房 给莫莉坐离份祖传蛋炒饭 为此还被老板钻了几条街 也只有大卫是真心真意对她好 可莫莉最终还是没有答应求婚 她也要趁着改革的浪潮 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几年后 国内经济发展迅速 餐厅的经营体制也迎来改革 经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作用大家报名承包饭店做生意 可就目前的经营状况 一年要开购一万六千单才能回本 谁也不愿意做大冤种 可就在这时 大卫默默举起了手 母亲看着桌上的合同 气得说不出一句话 但也无奈只好敲开地砖 挖持了祖传的老古董 拿着档了给儿子送钱 大卫终于有了自己炒菜的地方 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赚钱 也不在乎会不会亏本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当厨子 而红冰听闻此事 像狗纹的包子一样 顺着味儿就找来了 他想跟大卫合作 两人按照原来扶润楼的标准 重新打造一家高档餐厅 擅访饭店 可人员都已经安排齐选 生意却惨淡的可怜 半个月过去了 唯一一个进门的客人 还是接厕所的 红冰终于坐不住了 准备领包跑路 延夜找了个厂子就准备走 可谁知 第二天饭店就没停落势 原来 饭店主打的是宫廷料理 用料昂贵精致 不是一般百姓能消费得起的 都是引来了不少大官贵人 和财阀富商在此聚餐 很快生意变得红红火火 但为天天在柜台 除了数钱就是睡觉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也乏味 就在这一天 莫莉回来了 她成了乐队的一名女歌手 还顶着一朵卷发 让大卫都没认出来 这次回来是想拉投资开演唱会 争取赞成名 终极舔狗大卫说 自己有了试钱 可以出钱投资莫莉的事业 但莫莉宁可自己去和负商谈 也不用花大卫一个子 可红冰就不一样了 她整天惦记着大卫的钱和饭店 这天 她以投资之名 忽悠着大卫签了几份文件 可大卫的眼神却在莫莉身上 看也没看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字 几天后 莫莉拿到投资去香港发展 大卫正哭诉着女神的决绝 却被红冰无情打断 原来 红冰拿了饭店当投资抵押 没想到 项目方去写款潜逃了 马上就有人来查封 母亲因为受不了打击 也被活活气死 就在一瞬间 大卫一切都没了 御膳房的大厨 竟沦落地打杂工 好在同事都很关照他 厨师催得切菜 组长喊得剁线 司机等得卸货 还有垃圾等着到 即使周董慕名而来 也没让他的地位改变多少 哥哥听闻母亲的死讯赶回家里 看着这个傻不垃圾的弟弟 记不打一处来 当晚就领着大卫去找红冰对质 原来 投资抵押权是编的 大卫签的 其实是饭店的所有权转让输 但无奈 白纸黑字的合同就摆在众人面前 哥哥也无可奈何 说完就掏出一把枪 压着红冰的头 按在桌子上 红冰下的一直喊大为救他 可哥哥却没有要了红冰的狗命 而是隐旦自尽了 他用红冰永远记得这一幕 让他永远活在阴影和愧疚之中 但是时时 红冰的生意越做越大 还登上了财富排行榜 而茉莉成了香港当红的女歌手 只不过如今已改名苏菲 人红是非多 杂志上刊登的全是花边新闻 记者会上 也是专门为了成亲绯闻用的 港媒记者有很多喜欢挖掘八卦 炮雨连珠咄咄逼人 茉莉拍桌子愤怒起身 当场决定退出娱乐圈 而大卫则是回到了饭店 重新做起打杂的工作 每个月九百块 管吃不管住 想着有一天能赎回自己的饭店 又过了几年 看上去风风光光的红冰 实际上 就经常遭遇生意失败 快连裤衩子都赔出去了 债主带上几个保镖前来收债 可他现在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经商打拼这么多年 到头来连个可以帮他的人都没有 他终于拨通了大卫的电话 大卫看在网络的情分上 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就来了 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债主都看呆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熟人的 没有钱就拿身体来还 还逼迫大卫签了卖身器 幸好后来警察找了上来 原来这些人是不法组织 来路不正 立刻被逮捕 这个契约 自然而然也就不成立 俗话说 为兄弟两位插刀 而红冰总是在大卫替他挡刀的时候 再补上几刀 他趁大卫睡着悄悄离开 没想到 这家伙还自己偷偷藏了钱 却一点都没为兄弟留下 路上 红冰摸到自己口袋里有个馒头 才明白大卫是真的一心一意的好兄弟 他此时已经不是那个傻子了 大卫心里早就知道 自己一直被红冰利用 但也还是心甘情愿的去做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 回到饭店的大卫被通知 要接管饭店当老板了 红冰把弗瑞罗买了下来 让律师还给了大卫 还特地告诉他 这些钱是干净的 从此 红冰就消失在了大卫的生命中 饭店里 周人把大卫围得水泄不通 还有许多等着欣赏的记者 大卫终于可以完成他的蛋炒饭了 蛋炒饭看起来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用最简单的材料 巧是最复杂 最绝妙的味道 过去的文人默克给他取名叫 菩提玉斋 老人问他 你花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他说 三十年 一口黄金的米饭送入嘴中 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菩提玉斋 比你爷爷做得还好 父亲告诉他 做事要慢 别人快的时候 你要慢一点 在别人奋力追赶金钱名利的时候 大卫则脚踏实地 一心追逐着他心中的梦想 即使起步比较晚 乌龟也能赢过兔子 赢来属于自己的人生巅峰 喜欢的朋友记得去看原片哦